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设备追踪的路由器追踪 本期视频主要介绍一下 ROS的路由器的两种设备追踪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让你实现设备的在家离家联动 第一种方法是API方式的追踪 这种方式配置起来很简单 第二种是SNMP追踪 配置起来也是不复杂的 看过我的视频教程都会觉得很简单 教程开始之前还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那我们言归正传 开始讲解第一个方法 API方法 这种方法是Home Assistant通过API的方式连接到ROS路由器 取回在线设备列表 来分析设备的在线和离线状态 来决定这个设备是否在家还是离家 我们首先打开Winbox连接到我们的ROS路由器 我这边已经连接好了我的ROS路由器 我们点击左边的IP 然后再选择到Service 我们检查API这部分是否已经启用 如果已启用的话 我们还要确认一下端口是不是8728端口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打开左侧的Configurator 如果你的Home Assistant 左侧没有Configurator 那请你观看右上角 屏幕右上角弹出的视频推荐 里面的教程就是教你如何安装Configurator 并显示在你的左侧的菜单栏 这个工具是编辑我们Home Assistant的一个很好的网页工具 它可以让你抛弃连接SSH到你的树莓派或者是斐薰N1上 这样的话会很方便的去编辑你的YAML文件 打开Configurator之后 我们找到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并打开 我们如果要是打开的话 我们从这里边点击查看文件系统 点击Configuration.yaml 就会打开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 然后回到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对应这期视频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也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API追踪 一部分是SNMP追踪 我们复制API部分的Home Assistant的配置 到我们的剪切板 这个文章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如果大家坚持把视频看完 就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的具体的链接地址 好 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的Configurator 我们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Device Tracker的配置 如果我们已经有Device Tracker了 需要把Device Tracker先删掉 我这个例子里边没有 所以我直接把刚才我粘贴到 刚才我复制的那些部分 全部粘贴到这里 然后修改host为你的ROS路由器的IP地址 这个位置要修改为你ROS路由器的地址 下面的用户名密码 也对应修改为你的ROS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方的保存按钮 再回到配置服务控制里 重启一下你的Home Assistant 重启之后 你就可以在开发者工具状态里边 看到所有连接到路由器的设备了 我这里因为没有一个ROS路由器能让我做实验 所以我没有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个配置 如果你在这里面已经能看到你ROS上面连接的设备了 后面的配置就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那期设备追踪的教程 来配置你的在家和离家联动了 好第一种方法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面开始介绍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SNMP方法 我们一样还是回到我们的Configureator 先把Device Tracker这部分先删除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Winbox 连接到我们的ROS路由器 选择IP SNMP 勾选Enable 启用SNMP 像我这个状态就是OK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确认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Trap Community这个位置 这里边一定要写是Public 然后回到我的博客 再从我的博客复制SNMP追踪部分 这部分的内容替换到刚才的Device Tracker的内容 我们还是把它粘贴到最后 然后修改host这个位置 的IP地址为你的ROS路由器的IP地址 这里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修改了 这个修改的位置呢 要比刚才那个配置 要少一步就是用户名买和密码的修改 这一步只需要我们把ROS路由器的IP地址填好就可以了 比刚才的那个方法少改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回到配置 服务控制里 再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服务 这个时候呢 没有意外的话 你点开发者工具 再点状态 下面也会一样列出来 你所有链接到路由器的设备 这两种追踪方式都是比较稳定的方式 只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ROS路由器的追踪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教程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